奥特曼基督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小明要讲的车可以说是万众期待 大家等了很久很久过后 终于官方公布了它就是 Predorua D55L 现在就让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这个D55L到底有什么特别 这一回终于是官方的了 嘿嘿 首先就先讲一讲它的这个车型还有价格的部分 那这回Predorua就确定了这个D55L将会备有三种车型 分别是X,H以及AV 价格方面是从这个62500令吉起跳啦 那最贵的是这个73400令吉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价格其实是一个预计价格来的 那从这个价位你就很明显可以看到原厂是把它的定位 定到比这个卖力还要高 然后这个价格其实也是和这个ARUS是有稍微cross out一点啦 不过其实ARUS和D55L是两个定位完全不同的产品来的 这个待会我会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相比之下其实我相信更多人会拿这一台车来和这个Proton X50做一个比较 那其实Predorua的这个定价其实很聪明啦 因为它的这个顶价呢 刚好就是在最入门的Proton X50的下面 所以其实从这个定价我们就可以看出啦 Proton D55L它和Proton X50是完全两个不同类型的一个产品来的 那这样的price range你会买到什么呢 我先讲配备 首先 这一台车全车系标配ASA系统 你没有听错 60千的那个版本呢你就已经买到这个先进主动是安全系统了 而且这一个系统是比Myvi的那个ASA 2.0还要给的 是最新的这个ASA 3.0 这一个ASA 3.0它的运行速度相比起ASA 2.0是更加的高啦 至于80公里至120公里 而且啊 这一台还可以侦测到两个轮的这个车也就是脚车和电单车 不止如此哦 这一台车还全车系标配了车道便宜警示功能 we know 咯 至于这个顶级的AV版本更加的夸张 7万3千令吉你买到 车道维持辅助 车车盲点侦测 后方横向来车侦测 以及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 在这些功能的驾驶下呢 也让这一台车成为了拥有这个LV2 自动驾驶辅助功能的车款 也成为了我国市场上最便宜的这个LV2车款 而且不止如此 这个D55L它还全车系标配了国人最喜欢的这个LED头灯组 这个和我们之前预计的就有点落差啦 其实这个PRODA是更加的有诚意 而且夸张的是哦 这个H和AV版本 它竟然还有这个自动远近光灯加这个随动转向的功能 哇这个真的是WIN了咯 再来就是这台车的这个内装部分呢 我们所知道的是这台车将会有这个7寸的全液晶仪表盘 以及9寸的悬浮式触控主机 那这个触屏主机呢也支援这个声控功能 而内装方面的设计 据说这个D55L将会照搬Diasu Rocky 以及Toyota Rise的这个设计 那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这个东京车展就已经体验过这个Diasu Rocky的内装了 这一部分我可以讲它是 在这边我做出这一个列表 给大家参考一下这个PRODA D55它的这个车身尺寸 那其实从这个尺寸和这个轴距 就可以看出其实这一台车呢 它的身形是和我们的这个PRODA MIB相差不多的 严格上来讲它是比这个B Segment的SUV 也就是说X50 HR-V等等呢还要稍微小了一点 技术上来讲你可以称它为A Plus Segment的这个车型 那刚才我就提到我们之前在这个东京车展就已经有体验过这台车了 它的这个内装的空间表现其实是算是相当的出色的 我可以说的是它会比这个MIB还要再稍微好一点 就快一点空间感方面也是比较好 重点是它的这个尾向空间呢达到了369公升 然后我的印象中其实这台车的尾向空间呢是蛮深以及蛮高的 就是你要放比较大型的物件 它是灵活性上呢是比这个MIB还要更加好的 而在这方面呢也是这个D55L和Arus 最大的不同的一个地方了 因为Arus 它其实是一个B Segment 而且是一个7 Seater 也就是7人坐的一台休旅车 而且它是使用这个半承载式的底盘呢 也就是说有这个皮卡的血统 那Arus 这台车它其实做起来方面它是比较不像轿车 但是它拥有这个比较出色的一个承载能力 也就是讲应付烂路方面呢它其实是比较好 而这个D55L 呢它则是比较City Car的感觉 就是你在市区还有普通驾驶方面呢 它是会比较细腻然后比较舒服的一台车 而且这个D55L 是基于这个DNGA 模组化平台打造 这个是Arus 最新的一个底盘啦 基本上它是延伸至这个Toyota 的 TNGA 平台 也因此呢它也同样拥有轻量化高刚性的特性 再加上操控表现方面呢预计是会比较出色的 所以我其实本身对这个D55L 的整体的驾驶表现是蛮期待的啦 而且除了这个全新的车体架构是更加的出色以外呢 这个D55L 也将会是Prodot 首款搭载涡轮增压引擎的 因为它的这具引擎是代号 EKR V1T 的 1.0L 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这具引擎可以产生98PS 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则是140Nm 这个输出表现其实和 Myvi 1.5L 的版本是相差不远的 那其实这一台D55L 它的车重也是和 Myvi 1.5L 的车重是相差不远的 所以你大概可以预计到这一台车它的动力表现方面会是怎样啦 重点是因为它使用的是 Turbo Engine 所以它的扭力输出是来的比较早的 大概在2400 转它就已经爆发出来了 所以可以预计的是它在市区行驶方面呢 它的这个贴背感是会比 Myvi 还要更好 而在变速箱方面也是一个全新的组合 那就是它使用的 Direct Shift 的 CVT 无段速变速箱 这一方面其实我个人也是蛮期待的 因为就 Prodra 第一次使用的 CVT 变速箱 大家对这一个动力组合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知道 除此这位 Prodra 也在这个官方的声明里面提到啦 这一台车将会拥有5年或者是15万公里的保固期 所以在这方面相信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那在这个影片结束之前 我们也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 那就是我们个人是会推荐哪一个车型呢? 在这里我先列出这个 D55L 三大车型的预计价格的列表 从这个列表大家就可以看到啦 就是这三个车型分别它的价格是 62,500 、 67,300 以及 72,600 那这个 A-B 车型比较特别 因为它还多了一个 Dual Tone 的这个车色颜色的选项 那你是要另外加到一个 800 令吉的 so 基本上这三大车型我们可以看到啦 它的这个价差都是大概介于这个 5000 令吉左右 所以你应该选择哪一个车型呢? 我们就直接从这个配备来做决定好了 那旁边这个列表就为大家列出了这三大车型在配备上的差异 基本上越高阶就越多功能了 那我们以这个 7 年的工期来做例子好了 7 年工期 10% 的这个头期的话呢 其实这三大车型它每个月的这个工期的价差啦 只是介于 60 到 70 令吉左右而已 也因此呢我们就推荐你 Either go for 这个最入门的版本 又或者是如果你有这个预算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直接选择这个最顶级的 AV 版本 因为其实是一个最顶级的 AV 版本 它在功能方面是多出 中间的 H 版本蛮多的 每个月的工期只是相差一个 70 令吉左右 所以我觉得你 Either go for 这个最顶级的版本 不然的话就直接选择这个最入门的版本好了 好啦那这个影片也是时候结束了 这一台全新的 Prodra D5 我要预计将会在下个月初就会正式发表了 而它的这个车名也将会在到时揭晓 至于有传闻就讲这一台车很有可能会是 A 字开头的一个车名 不懂是 A 什么咧 Apple 还是你觉得应该是 A 什么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我是小明 大家记得不要忘记为我们的这个影片按赞 还有分享出去给所有亲朋还有知道这一台车即将要来了 还有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